好 歡迎所有的大部分小朋友 準時收看 女王大人 全球手棒 晚安你們大家好 感謝有大家的引頸期盼 讓我們跟巴鈺能夠有榮幸 再度的攜手合作 繼續為大家拋頭顱 殺熱血 美麗蘇 在女王大人的國度 只有不能吃的蜂蜜 沒有不能說的秘密 平常在生活當中累積的壓力 說不出口的怨氣 除了透過我們的輕鬆幽默的紓壓 同時希望能夠帶給大家不同的見解 幫助大家找到生命的出口啊 沒錯 身為女王大人的大家長 承哥 怎麼樣 首播啊 什麼 所以呢 就來爆料 我要來爆料 被爆料 我要被爆料 大家來公開承哥的私生活 爆料跟言上是不一樣的啊 是爆料 好 首先我們歡迎第一位 屈哥 屈中海 嗨 屈中海 恭喜 再來歡迎小米點陸佳儀 謝謝 歡迎小米點陸佳儀 歡迎五熊 蔡宜珍 歡迎 歡迎 再次歡迎大家 這邊這 中國交情最淺的也19年了 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第一集嘛 對不對 第一集嘛 對不對 我以為你有什麼冤屈要爆了 19年 19年起跳 中中我們不只20年吧 大概20年 他也是看你長大的 他看怎麼長胖的 他確實成功是說三個 誰不是 我看著他生孩子的 陸小米25年差不多 差不多 他差不多 屈中海30年也差不多 差不多 以一句話來形容跟我的關係嗎 一句話 一句話 我們翻版 你是個 百變 好棒 指體重的變化嗎還是 沒有沒有 其實關於體重這件事情 我昨天想了很久 我要幫你平反一些東西 聽到沒有 他是來平反的 來 聽到沒有 等一下 你是說 炎炎異瘦的那個異瘦 沒有 因為 以我對他的了解跟觀察 照他這種吃法 跟這種年紀 他早就破白了 哪一種吃法 就是這種吃法 就是吃不停的吃法 就是一個佩佩的吃法 對 所以 你我不知道 佩佩的吃法 而且他就像個哥哥 歐爸嘛 可是有時候又像個爸爸一樣 他有關心你生活的大小事 他有對你的感情跟婚姻 有提出一些他的見解 有 我跟他媽媽在相處的那段時間 有經過節目的關係啦 你跟他媽媽有過一段 我以為我聽錯了 在節目裡相處的一段時間 對他們家比較了解 對我們家有一點了解 只要我有一些什麼狀況啊 或是有一些問題 跟他講 其實他是會傾聽的 他有時候甚至會跟你深聊 因為我一開始都以為 大家只是稍微關心一下 然後敷衍一下 逢場作戲的演藝人員太多了 所以你就說 看那些逢場作戲的演藝人員 啊 那我就知道 講三個就好 三個 四個字 謝謝五熊 謝謝五熊 少年之 唐中中是吧 是 他真的算是我的 愛情顧問 唉唷 他也算是我的 婚姻拯救者 也是我婚姻可以持續到 現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說有一句話 我一直到現在都記得 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 沒有不能溝通的事情 而是你們必須要找到 對的頻率去溝通 因為我的習慣就是 睡前把所有事情想清楚 然後你就可以好好的睡 但是我剛好老婆不是那樣的人 她就覺得懶得跟你講 然後我就想說 早上起來 結果她早上起來是屬於 起床氣的 越講越麻煩 頻率不對 而且她有些時候會睡到中午 下午人就不見了 所以我一直等 等了十幾年到現在 還沒找到 到底是什麼 我還在找 如果都沒有找到 對的頻率 是怎麼生三個的啊 那就是夜黑風高 大家喝了一點酒之後 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陸佳穎 好 我們來現在天天 看你有多好笑 沒錯 你不要記仇了 來 陳哥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國文角獸 其實 雖然大家每次聽到陳哥 就覺得說他很好玩啊 很有趣啊 很活潑啊 很開朗 但我真的跟他合作的時候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盧的人 哪裡盧 譬如說每一次錄影 大家看到這樣錄影的前一天 工作人員還有我們 都要一起跟他開會 對 然後跟他開會 要對前面講的那個 可能五分鐘的話 對 為了那五分鐘的話 他跟你開會三十分鐘 沒錯 對 然後開完 欸 發育有趣 你有念同序嗎 基障 基障 耶 同路人 你要不要轉個椅子 也坐下來好了 我看你幫他喵比別人少啊 我的板子拿來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 你有爸爸的身分 你有這個導師的身分 還有教授的身分 不知道在屈哥眼中 欸 我還有別的身分啦 屈哥 屈哥這句話我好奇是什麼 美好的第一次 你是情人啦 是情人 好棒喔 我們要拍... 對 我們要拍BL劇啦 對... 好恐怖喔 這個第一次是指 舞台劇的合作啦 對啊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 我三十年 認識陳哥三十年 但是前二十年 幾乎沒什麼交集 他前二十年 你對他的印象是什麼呢 真的... 那個時候 陳哥最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 哎呀 中橫啊 哪天我們一起演出舞台劇吧 好像喔 然後... 他這個不知道念了多久 念很久 結果一直到一十六年 這個願望終於實現 ART 對 ART這齣戲 這個不算一句話啦 這個只是我們的 第一次很美好 是 我覺得一句話就是 武林高手 你是說... 因為他在演藝圈算是全能的 他能演 能唱 能唱 然後主持 對 沒話講 還能出耶 我現在的脊椎有點... 太翹了 可以了 沒關係 你不用擔心 我們是先禮後兵 對... 什麼 對 聽說要爆料 我還不知道 而且爆料還有錢可以拿 欸 我們是 喔 走了半天 你就是木瓜俠他本人啊 木瓜俠的老人 你是木瓜俠 我就是布清雲 布清雲 對 我有在看 金鐘主持天王 曾國城爆料大會 開始 歡迎收看 我們這邊呢 有分 大爆料 小爆料 還有 八個關鍵詞 當您呢 選了一個之後 然後我們大家都聽完 我來決定 他是大料還是小料 如果是 小的料的話 我們的獎金大概 一百兩百三百五百不等 但是呢 如果我決定他是 大料的話 哇 我們獎金就是 一千 一千五 兩千 三千 喔 到三千喔 要賺錢就趁現在 對 欸 誠哥 還是你要不要花三萬塊 跟我們賣 欸 聰明耶 好聰明喔 我就不爆料了好不好 我就立刻回家 我要回家 好不好 我們這集就是歌聲大會 從鄉書禮拜 誠哥 我們兩萬就好 對 我們兩萬就好 就跑定了 收買了 不好意思喔 你們的薪額已經超過我的主持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防害風化 蛤 蛤 蛤 孩子氣老男孩 蛤 不定時炸彈 主持出大包 唉呦 不甘寂寞的男人 放閃磨人 什麼可惡 心口不一大片子 蛤 運動出乖聲 蛤 心口不一的大片子 我看這很討厭 其他的 來 誰 是誰 陸佳穎 就是 成哥我這麼尊敬的一個人 結果他就是一個心口不一的大片子 真的假的啦 不會吧 假清楚 就是 剛剛大家都提過嘛 我們一路看著 成哥長大 然後不僅靈魂長大 他身體也不斷在長大 然後我那時候 剛剛成哥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問他說 成哥接下來有 比如說要拍廣告啦 或是有什麼大的活動 是不是要減肥 他說對啊減肥 然後 一轉頭就看他拿一塊炸雞 拿一個麵包 拿 就是他隨時隨地都在吃耶 所以剛才那個 五熊桌都很對決 他是益壽體質 因為我們所有錄影的空檔 化妝室就是堆滿了所有的垃圾食物 不垃圾不能堆喔 像公園普渡一樣 對 麵包 刷雞 鹽酥雞 薯條 百滿桌啊 你不是像慶功宴一樣 很好聽啊 你像普渡 慶功宴 我想跟普渡大家有畫面吧 有有有 有畫面就是看到那個 成哥這樣子 嘴巴放開啊 咬著直指 成哥你有想要反駁的嗎 心口不一的原因 是因為我很抱歉 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吃喔 好像是我一種 一種救贖 我覺得我覺得生活失衡了 就是工作 然後在這個 這個山中無甲子的地方 然後說今天下大雨 不知道 今天好冷欸不知道 結果外面出社會 什麼都不曉得 然後這樣的生活過了很久 一回到家以後呢 夜難人靜 然後老婆一臉疲憊 孩子早就呼呼大睡 然後我身上要幹嘛 我不吃一點 我怎麼跟我自己對話 我怎麼跟 怎麼跟他哭了 對他好感人 你用味蕾對話的男人 你知道有一個話叫做 我吃故我在 有這個話嗎 通常 反正就是有 我吃故我撕 我撕 一個甜下面一個新的 我吃 所以觀眾現在 現在是我在講話 不好意思啊 打斷了真抱歉 他叫我辯駁的 對 但是我今年開始 我的確有 我一發生一少吃 一個禮拜就一公斤 你現在86對不對 呃 90 我上個月93啊 好 我不怕你吃喔 我上個月93 那現在瘦了3公斤了 對啊 那值得鼓勵啊 可以 還可以吧 因為我一直記得 陳哥以前很瘦 很帥的樣子 然後我在心中 就有默默的 許下一個願望 就是希望有一天 還可以看到陳哥 像年輕的時候那樣子 高大 挺拔 帥氣 玉樹林峰的模樣 我們這個年紀 年過半百啊 我覺得算算 我的體重大概在85左右 不要太瘦 你現在看起來剛剛 胖嘟嘟的多可愛 所以呢 這算爆小料吧 這跟大料吧 抗疫引導證人 你說我是引導證人 那這個是大料啊 陰稿正主持人 曾國昌 把分證給我 我今天最愛是 把我的那個道具給我 射進來 帥氣了 射進來 快 我這射太快了 這個 太危險了 飛太遠了 來 小米姐 謝謝陳哥給我的機會 什麼話 一百 兩百 三百 五百 不等 不錯喔 直接開 祝你發財啊 現金啊 真的是現金嗎 三百 謝謝 恭喜 你真的好像木發俠 真的啊 感覺好激利喔 爆料還有獎金可以拿 感覺好激利喔 下一個想聽什麼 說我是不定時炸彈 這個動一下 來 誰 誰做我不定時炸彈 我 徐哥啊 聽起來這跟情緒有關係 剛才我們說 剛才我說了 就是說我們第一次合作舞台劇 Art 我們演到現在已經七年 嗯 我跟亮哥呢 都是我們 就算是隔了一年沒演 然後我們再去排戲 我們也 不會帶本子 我們大概就是 欸 寄一寄或者是導演 提個詞 欸 我們就可以繼續排下去 嗯 但是呢 誠哥非常的認真 他在排練的過程中呢 一直拿著本子 然後 時不時要看一下 時不時要去看一下 這個沒關係在排練嘛 是 對不對 但是呢 讓我們擔心的是什麼 讓我們擔心的是 到了演出 進劇場 還是演出 進劇場 他本子還放在側台 哦 你知道嗎 他在上台之前還是一直看 譬如說我們這一輪有八場 好 他演到第六場的時候 哦 可以不用帶本 算穩定了吧 對 算穩定了 但是再演兩場 就沒了 對 要解釋 就等於是說 前六場 最後關頭 再能夠不要帶本 上到側台 那前六場 有真的出什麼大差錯嗎 不能說大差錯 但是有一些小瑕疵 但是還是會讓我們冷汗直流 哪有 怎麼沒有 哪有 哪一場 哪一場 你那一句什麼 是你 是你他媽搞什麼 我們今天晚上是你 我他媽搞什麼 你們今天晚上 我他媽搞什麼 你們今天晚上 有沒有 你是不是跟亮哥一起撞詞了 哦 那看起來自然嗎 不自然 有被發現嗎 一撞詞兩個人都停下來了 然後後來亮哥才 唉唉唉唉唉唉 你還繼續講下去這樣子 有沒有私下跟陳哥討論過 有 唉國晨啊 國晨你這個本事沒有被熟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當然我們就好意思這樣子 欸 對不對 所以今天有錢就講了 蛤 今天大家是要講 這是建議 不能說是爆料 建議 你知道嗎 有錢拿的建議 對 陳哥常常是怎麼樣 欸我們今天換一個變化好不好 我們今天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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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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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演好不好 然後亮哥這個時候就說 你先把你自己持背好 對 你先把你自己持背好 好刺激喔 郭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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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們都演了六十幾場的 為什麼還要拿本 隔一半時間 隔一半時間 我在台下看 我是真的看不出來的 對 我也是看不出來 一目十行 過目即忘 這是我四十歲以後 越來越明顯的狀態 嗯 你知道你這樣 他們會沒有安全感嗎 對 對 這難免 這難免 他們也曾經跟我說 欸這個詞 有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 確定你為婉的欸 然後 然後就是 然後就在看我說 講完了嗎 你是不是確定講完 因為我們要接詞 我想說 你聽不出來我講完了 他們兩個不知道誰說我是一個 他很意思的說 這挺嚴重的欸 不準確 還是不敬業 不敬業太那個 我們不會講不敬業啦 不準確的 你很敬業啊 聽起來也 還什麼 還什麼 這個好一點啦 我看他舞台劇 大概看了至少有 五部 五部以上了 五出以上了 我從來不知道他是 會在測台放本的 因為每一個在台上 都看起來很值得 我覺得只有這一齣 真的嗎 我相信其他的沒有放本 嗯 因為這一齣呢 我還是幫他 幫他講一下話 對講一下吧 那我就很尷尬 因為他有 你 七哥是不是嘴軟 他有一段是 兩頁還三頁的獨白 那個其實蠻難記的 然後還要演那個 未來岳母的那個樣子 我也好幾個人 對因為蠻瑣熟 然後還要演好幾個人 然後那個對白又很像 所以說他 對吧 為了這一段很焦慮 那明年我們去看 可能就是已經不要去看了 我們就在台下 粉拿出來喔 粉拿出來 我們一起 看到囉 看到囉 你怎麼會那麼 那我來評斷 不管他演什麼 我覺得這真的是大料 因為我也很驚訝 因為我也覺得 戲劇對誠哥來講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是大料啊 這算大料啊 真的 這個會讓 我們所有在看的觀眾們 下次去看你演舞台劇的時候 心裡都會帶著一個 他有看本本 有看這個戲的人都知道 那個很難 真的很難 這是大料 那我後面那個怎麼講 完蛋 還有更大的 好精采喔 好精采喔 徐哥 怎麼樣 家裡經濟還好吧 最近有點結局 結局啊 捉襟見肘啊 對啊 三千 三千 捉襟見肘 抓襟見肘啊 摸摸看這厚度 一千五 一千五 兩千 三千 一千 二千 這是我們應該安慰人家 怎麼樣 不甘 來 這邊 剛剛有掉下來什麼東西啊 不甘寂寞的男人 那是掉下來的先講好了 不甘寂寞的男人你要聽 天王好友大爆料 不為人知的曾國成 鄭國成 你夫妻人來了 好懲弱喔 真的受不了啊 可能同樣的劇本 同樣的台詞 然後他就會知道 所以你可以怎麼唸啊 然後或是多一拍 我就覺得 好像真的變得更有趣 所以我覺得 陳哥應該算是我的 這一聲音 認識的朋友 前三名 不可以生氣喔 來 這邊 換那邊 剛剛有掉下來什麼東西啊 不甘寂寞的男人 那就掉下來的先講好了 不甘寂寞的男人 你要聽 他就掉下來了 運動出怪聲好了 什麼叫運動出怪聲 誰誰 我 運動出怪聲 這什麼運動出怪聲啊 其實呢 那時候啊 我剛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參加一個明星籃球隊 那時候陳哥在裡面是隊長 陳哥那時候的體重大概 比現在少 又有15公斤以上 輪到陳哥接到球 我想哇 不曉得 這麼高這麼帥 他的球技到底如何 對 開始上籃 我就看他 還沒有跳他就開始拉桿 拉兩下 他叫了 我就聽不懂 還沒叫什麼拉桿啊 我就聽不懂 就是為什麼會叫呢 已經預知自己 投不進了 預知自己會被人家犯規 就有些時候練習 因為你常常在公園打球 那個習慣改不掉 對你常常在打球 就上籃沒有人碰你 然後沒進怎麼辦 犯規啊 剛剛犯規 對 所以我就覺得 該不會是這樣了吧 然後我就看陳哥 那一球算進了 好他再接到球 在籃下 籃框在那邊反跳 欸 欸奇怪怎麼又叫了 這個是一個 在台灣新打球的方法嗎 我就看不懂 我就看陳哥打一打全場 果然上籃 放手著 離他差不多一步的距離 他上來是 欸欸欸 差快 沒吹犯規啊 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喔 陳哥為了0球 旁邊的人都沒有這種奇怪的反應嗎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球員 我知道一點就是聰明 他為了球隊要贏球 就算沒有犯規 他要喊 要影響才對 欸欸欸 你看世界的足球 對不對 喔對假摔 世界杯足球賽 喔對 他不然被纏腳有沒有 纏人家明天纏到是球 他就自己摔 然後摔到他在那邊抱腳 然後表示被人家慘的 所以你很懂那個心態嘛對不對 沒有 我是後來才知道說我的行為沒有錯 但你看那些職業足球員 絕對不會在場上 跑來抱 欸欸欸欸欸 還不知道 欸這也是要練習的啊 這也是要練習 對 你是要熟能神力喔 你要熟能神力喔 才像啊 比較有說服力 陳哥你可以現在示範一次 你們兩個來攻守一下 可以嗎 賞看賞看 打籃球 也有 欸 沒放大 打 打手 打手啊 你也說沒有 現在就犯規 好自然喔 對阿 accessibility 你猜拳還自然咧 走心啦 會走心 走心啦 好厲害喔 我覺得這個爆料滿可愛的 我要算他小爆料 是小料... 小料... 祝你中500啊 500... 馬上 好 揭曉 預備... 恭喜啊 好酷喔 這小料的大獎耶 對 謝謝 我們這邊 那個... 主持出大包什麼意思 主持出大包是誰 唉唷 我 什麼時候 小米姐 對 就是... 首先要先恭喜那個 誠哥拿下金鐘獎 第六座對不對 十字名最厲害 拿過六座金鐘獎的 金鐘主持人 我很榮幸有參與 他在主持生涯當中的一個 非常難以回首的主持大包 你有想起來嗎 跨年啊 跨年類似啊 我們就是有一次 跨年就是大家就是來這邊 唱歌啊 然後很多表演 串場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倒數 對 然後當我們看著無人機的倒數 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後面的 已經好像倒數到一了 就是我們 可能十 可是後面是不同步的 還有啊 無人機 幾百台吧 還是幾十台無人機 上面直接有五四三二一的倒數 對 可是無人機的數字 跟我們後面螢幕的現場時間不一樣 是不一樣 對 無人機慢 然後呢 誠哥在當時就是一臉懵掉 而且他好像轉頭跟工作人說 你們糟了 還是你們慢了 還是你們慘了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但是隔天 跨完年 那個新年的1月1號 打開新聞 全部在輪播 誠哥的那個 然後我就跟他來講 我很抱歉 身為他的搭檔 我很抱歉讓他去扛這個 很大的壓力 可是當下該怎麼救呢 剛下我們就是看到 整個都失控了 然後我就很大聲說 Happy New Year 耶 你救的真相啊 沒有 曾經這件事 我不說你們完了 我就說你們快了 你們快了 對 但因為那時候很多媒體 就這件事情 在那一年跨年 應該是一個大事件 然後很多媒體 就有很多意測 就覺得說 誠哥生氣了 還是在罵人了 但其實他講的就是 你們快了 就是說他的那個到處的時間 比後面的時間快了 沒想到你還記得這件齁 我覺得那個 對我來講 是人生一個很驚悚的 可是現在想起來 就覺得蠻有趣的回憶 出大包這個 對你的殺傷力挺大的 但這個包應該也算是 就是technical problem 對不對 對 但我是以殺傷力來判斷 我覺得這算大料了 小明杰 來囉 三千... 三千... 我要給大家跑 這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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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恭喜小明杰 怎麼樣 還有四個料 好特別喔 今天這樣的爆料 我們是不是時間夠了對不對 沒有 還沒講耶 對啊 五熊他沒講到耶 對啊 他也需要錢 他剛剛結婚 那妨礙風話最後好了 那孩子姓老男孩先來 老男孩嗎 對 感覺挺可愛的喔 對 孩子姓老男孩是誰 我啊... 就你啦 那麼小 對啊 就我從來沒有想過 誠哥愛妻大放閃 結果禁電動作片 對 對 抱住陳嫂的腰 臉開始在觸碰 然後陳嫂也不曉得 什麼回應就 只好把一隻手 拉到後面去 抱著誠哥的後頸 嗯 然後整個畫面就是 然後這一折 有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快結束 快結束 因為可能在行男的時候 就是你只要讓他睡好 吃好 他一整天心情好 然後沒有什麼腳痛腰痛 哇他那一天就是一個 很活潑很開心的人 但是呢 只要 誰不是這樣 沒有 因為有的時候是 就可能沒有吃到的東西 比方說 這場錄完 然後有一些師傅呢 那些東西被大家公讀生收走 或是丟掉 他就會在意 他就說 剛剛那個丟掉了 已經沒有我了 你們已經知道 怎麼沒有留給我 他就開始在意 你就說啊 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之後大家就是在 留給他就好 所以 我看過這個畫面 所以以後我都說 要留給陳哥 那些東西要給陳哥 然後呢 他只要吃到他喜歡的 他就開心了 那 你不要走 你坐好 哈哈哈哈 對 那有的時候是 因為 因為其實 在行男錄影的當中 我們晚餐時間呢 他是會去睡一下的 對 他要睡大概一個小時 我們這邊也是 對 因為 他就是 他不吃晚餐 是因為他一整天已經吃飽了 所以他要去睡覺 然後但是有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睡覺的時候 他心情就會糟 所以沒有睡覺之後 要錄的那一場 他就會開始有一點 小朋友脾氣 嗯 然後我記得有幾次 他就是有時候 有點鬧的時候 他有 什麼有點鬧的時候 會成熟 沒有 你有時候會鬧 然後呢 我記得我就曾經 就脫口說出 你這樣真的很像胖虎耶 然後 多拉一個裡面的胖虎 你看看 他這樣想我喔 然後他能夠活到現在 你說我度量不大嗎 很大 很大 真的 我覺得這句話 他是會在意的 他就會馬上收斂 然後我哪有想 然後就收斂 就好 就這樣 然後就好 沒有 沒有 他就又好了 就是我很少看到有 大人是這個樣子 需要這樣哄一下 可是 然後我講得好幼稚喔 可是我聽起來很可愛 對啊 而且誰沒有情緒的時候 對 工作量要這麼大的時候 對 這個已經算客氣了對不對 對啊 這算小廖吧 小廖啊 挺可愛的 這可愛啊 對啊 我跟你們說 那我就加碼一個啊 因為 因為陳哥啊他是 還有加碼 可愛的 你也要抽啊 可愛的 因為陳哥怕蟑螂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讓我們的造型師 好喜歡整他喔 就是有一次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電動的大蟑螂 這麼大的 電動 電動大蟑螂 可以搖晃的 可以轉彎的 放在某一個燈的後面 然後他不知道 他不知情 他自己走出來 暫定位了 然後突然那個蟑螂 就從那個燈後面跑出來 他就 嚇得 哇 花容失色的 可是他也都不會去 記仇耶 他都不會去計較這些 沒什麼時候 跟蟑螂計較 因為我們的造型師還活著啊 我們都活著啊 他有一次把那個小蟑螂 那種模型 做得很像這樣 深褐色那種 塑膠那種 對 塑膠那種 他放在我鞋子裡 這個很... 欸你知道我想到 有一次在行男的時候 出現了蟑螂 小隻的 然後因為我也很怕蟑螂 可是那時候我站在旁邊 出現蟑螂 他第一瞬間是這樣 把我推過去 我也很怕啊 他就把我推過去 你這個是大料耶 他推我 好啦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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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大包的已經被偷走了 大包大包 沒有 我們還有 三千 對啊 真的你 大包的還沒推那個 三百塊 三百塊 耶 謝謝凱螂哥 所以每個人今天兩個料 至少也有個六百八百的 對啊 不甘寂寞的男人好 不要不要 放傘魔人先嗎 放傘是我 喔 對 近年來常常跟陳哥 會有一些聚會 大家 約好朋友們一起吃飯 我記得 後來大家喝一點酒 然後就會開始 滑拳滑一滑 像陳嫂 拳也滑得很好 我常會跟他五十十五 滑一滑幾拳之後 大家喝喝酒 然後唱唱歌 我發現陳嫂不見了 然後我半天奇怪了 剛剛輸我的 他還沒喝酒 跑到哪裡去呢 我就是在看 在後面的角落 陳哥從後面 然後下巴放到陳嫂的 抱著他的腰 對不起 這個不會算是腰 對不起 你會不會說話 果然是用字精準耶 抱肚子跟抱腰 這個吃飽了嗎 對... 對... 我待會兒會抱住你的喉嚨 抱住肚子咧 對... 抱住陳嫂的腰 下巴放在 陳嫂左邊的肩膀 好可愛喔 然後兩個就 臉開始在觸碰 然後陳嫂也不曉得什麼回應 就... 只好把一隻手 拉到後面去 抱著陳哥的後頸 然後整個畫面就是 然後一折有沒有 過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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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講出來不要動 你想跟Vicky做的 不要衝動到我 對... 他一天都會想把Vicky過肩膀 他一天都會想把Vicky過肩膀 你... 他把Vicky... 你... 你... 他是這樣子的頭 我是這樣...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他們就是不怕人家看 然後是... 這樣子的相安 不怕人家看 不怕... 我也沒幹嘛 就這樣還好吧 對啊 但是很... 路上面這個姿勢 這個動作也還好吧 我覺得很難得耶 我覺得非常好 我也有看過 你跟小湯會嗎 會啦 你也會從後面這樣子 我可能摔不動他 我覺得陳哥是一個 很喜歡撒嬌的人 我覺得這點跟他 就是小男孩的個性也有關係 因為我有看過他跟陳嫂 撒嬌過 我也看過 他會娃娃贏嗎 你很會撒嬌 而且他真的沒有在乎其他人在 他會把頭... 就是... 他會撒嬌 大嫂的肩膀或是胸口 然後他跟大嫂 之前陳哥有分享過 他跟大嫂有一個很可愛的默契 就是每天到12點12分嗎 我兒子跟女兒都12號生 兒子跟女兒都12號生 所以你們每次到12點12分的時候 他們不管在哪裡 可能會傳一個訊息 或者是如果在同一個空間 他們會... 眼神會互換一下 他們有這種故事 儀式感 大嫂這樣還會喔 天天啊 天天啊 買送的時候 也是會嗎 表情都會是甜蜜的表情 買送的時候就會給一個... 好可愛 給一個生氣的符號這樣 虛哥我們需要擔心您的婚姻狀況嗎 我... 我也來找一個時間這樣子 好啦 對 每天來這樣 7點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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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嚴重了 7點48分 7... 來吧 Jason嗎 可以 5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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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百給我看看 2百... 也不錯喔 7百 目前的這個獎金最低紀錄 好 來 接下來這兩個 最後在 我們先不甘寂寞的男人 好 因為那個 不甘寂寞的男人是誰 因為其實... 呃... 我們每次錄完節目啊 已經大家都很累 有時候 你不要這樣盯著我看 我壓力很大 好... 眼神放鬆一點 你盯著我 好 對 就是 我們可能錄到十二點 十二點多 有時候十二點半 甚至最久的時候 可能到一點 但是呢 他都還是一定要留下來聊天 對 因為我很確認就是 不是... 不是開會 也不是檢討 是聊天 就是放鬆 那可能是他放鬆的一個方式 欸 我們都是留下來 開會跟檢討 對對對 因為工作人員有跟我說 欸 你們都是檢討耶 然後我說我們是... 真的是聊天 因為工作人員都走光了 師父都走光了 然後會剩下的就是我啊 然後文軒啊 跟詹姆士 對 就我們四個人 然後那個時候 他是真的就很輕鬆啊 吃東西啊 或是有時候 開個紅酒還喝啊 還要放鬆一下 嗯 然後但是 因為每一次都這樣 然後呢 有時候我們真的是超級累了 因為我也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 就是常常 我們都已經累到不行了 他還會覺得 欸 來來來來 來 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 這個啊什麼的 還要跟你聊天 而且重點是隔天要跟我錄節目喔 對 對 我就很納悶 所以你知道 有的時候喔 我錄完行男 隔一天可能我也有接這裡的通告的時候呢 我就會想說他都留了 我如果跟他講 我很累回去 他隔一天見到我 他會唸我 好 那我也留下來好了 可是長期這樣下來 我就想說真的很累 我懂的是你會來請辭的原因是嗎 不是 不是 別人先規劃嘛 但是有幾次 我記得有一次很好笑的事情是 那時候結束之後 左仁瑄就跟我說 我好累 我們也有事 我可能真的要早走 我說我也好累 我們一起走 他說那留給詹姆斯 我們說好 然後結果遇到詹姆斯 詹姆斯就說 欸我們也有事我等一下要先走 我說什麼你要先走 我們想要先走 他就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 我們想說 走走走你們不要走 我們想說我們趕快去換衣服 不要給他遇到 然後呢 因為他有時候會很慢的 才會出現 然後我們就衝 然後換完衣服 然後衝 他回來了 然後那時候 詹姆斯就已經先走了 對 你把我講得跟射尖一樣 好像還是人家季婦啊 後爸後爹那種 然後我們想說怎麼辦 那算是我們第一次 三個人真的都走了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呃成哥我們就不小心 我們要先走了什麼的 然後看他的狀況 我沒有勉強你們吧 沒有 那一次 什麼就那一次沒有 沒有 一次沒有 太好笑了 那一次喔 他就突然講說 好啦好啦你們都走 你們都走吧 走吧回去吧 我再坐一下 記得幫我關燈 然後我們就真的 好久了 一個小燈 然後我們就關了 我們就趕快閃 然後我們要出去之後呢 想說 好像有點 於心不忍 然後就回來那樣偷看他一下 然後他就一個背影 然後在那邊 自己在那邊喝 然後在那邊看手機 在那邊休息 然後那一刻我覺得 他真的好可憐 然後可是 我們還是很累 我們就走了 哈哈哈哈 你重點是看完 你之後覺得他好可憐 然後你走了 然後我們就發現 其實他很多時候 他是要代謝今天一整天的嗨 代謝 對 然後因為 後來才知道 因為他家真的非常的近 算吧 對 他只要三分鐘就可以到他家了 對 對 對 我不知道陳哥的這一面 對啊 舞台劇後台媚心 陳哥這招太害笑 演舞台劇的時候都要別麥嘛 也有另外一種是穿 穿一件麥 像泳褲一樣 對 後台只有他一個人穿這個 穿這個樣子 到舞台上去試麥 開始 1 2 3 4 好威風喔 我會遲了水飲鳥地方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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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很會 三分鐘就可以到他家了 對啊 我們怎麼不回家代謝 對 有一個時候真的能玩啊 對 回到家 回到家 其實也是換個地方一個人而已 對 他就需要陪伴 這個我要算一個 情感有點重 我覺得 小料啦 小料 對 他很重情的 我們讓他賺點錢嘛 我不知道陳柯的這一面 對啊 所以要吃大料 對啊 差一 你們真的不知道齁 我們不知道 徐仁慧你會不會有這種感受啊 我沒有感受到那種落寞 你知道嗎 我是期待著我們收工 我們演出完了以後 大家都會想趕快去休息 我們去吃宵夜 對不對 那個不一樣的心情 對不對 OK 大料 大料 不行 好 助理發財 助理發財 滿多的耶 兩次 三千還在喔 法徐仁慧是誰啊 徐哥 你 你好好講 我們那個演舞台劇的時候 都要別麥嘛 對不對 我們要別一個麥嘛 那通常是有麥帶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是穿 穿一件麥 有麥褲 有麥褲 一個那個 像安全褲 像內褲一樣的 要緊一點 對緊一點貼身 泳褲的這種 泳褲色的那種 泳褲 什麼顏色 陳哥的是黑色 泳褲 然後呢 後面就會有袋子 然後把那個麥啊 塞進去 對 放在裡面這樣子 對 固定 然後呢 在穿細褲嘛 但是呢 陳哥 陳哥就有一條這個麥褲 但是那個麥褲實在太短了 剛剛陳哥也講 像泳褲一樣 所以說那個是很私密的一個褲子 那個其實有點 穿得有點 你知道嗎 就如同內褲 害羞你知道嗎 除非 除非今天真的是游泳池 對不對 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穿這樣的褲子 對不對 那沒話講 真的假的 後台 只有他一個人穿這個 然後呢 梳妝 化妝 也都是女生 然後 他就穿著那個 他單穿嗎 他外面沒有穿其他褲子 沒有 沒有穿其他褲子 他上面有穿嗎 上面可能是一件T恤吧 喔 對啊 然後就是邊這樣子邊化妝 然後陳哥又很喜歡唱歌 我是真的為你哭了 對 他很喜歡唱 對啊 然後 誠哥 試麥了 試麥了 他就穿著講 到舞台上去試麥 Test Type 1 2 3 4 1 2 3 4 然後 好威風喔 我跟亮哥 你覺得亮哥 沒有差出來 因為就是包得好好的 然後 你覺得那個有造成大家的 身在不舒服 是不是 大家是會這樣 大家當然不敢跟你講 這個有味道還是什麼 不是 笑喔 大家有笑 會讓人害羞嗎 他不會在你面前 哈哈哈哈 不會這樣子嘛 對不對 如果緊身褲是這種緊身褲 沒問題 是這一種 沒那麼小賤哪 對 就是這樣 還好沒出什麼亂子 不然就是 很會 隨意扭地方 這小爆料啊 小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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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是1000嘛 對 我以為這個會是大爆料 我們3000還沒送出去 多好 你等下一半 500 哇 恭喜恭喜 謝謝我所有的好朋友 你該不會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吧 發預報一個吧 我們今天發的是敢來的喔 還有一些不敢來的 還有神秘的 他沒有想要講的 有神秘嘉賓是不是 我們準備了一個神秘的影片 要送給你 請看 嗨 大家好 我是龍忠 聊到成哥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 擁有 幽默欲盡的人 什麼是幽默欲盡的人 就是 他看任何事情 就像很平凡無奇的事情 在他的這個 觀察之下 就會變成 以前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包括 詞琦阿 合作拍戲也是 可能同樣有的劇本 同樣有的台詞 然後他就會 知道我說 欸你可以怎麼唸啊 或是多一拍 我就覺得 欸好像真的變得更有趣 所以我覺得 呃 成哥應該算是我的 這一生認識的朋友 前三名聰明 哇 這樣講到一下 反正就是他是一個非常有智慧 聰明的長者 所以你的 長者就變成了 Yeah 真正的時間管理大師 啊 大家都知道 晨晨節目很多 那幾年前呢 他就拉著我 這個到那個餐廳 要跟我講一些心理話 交代一些事情 喔 他說這個 這幾年節目界太多了 身體出狀況 前幾天呢 他血變了 他整個馬桶都是血 那我們聽他也很緊張 沉默了幾秒鐘 以後問他 要來公主啊 你最近有沒有吃火龍果 他說火龍果 有 有 對 他對美式很了解 對火龍果不太了解 我覺得成哥很會 用一種不同的方式 然後 關心你 然後安慰你 例如說我演唱會之前 跟他通電話 他說你會緊張嗎 他說當然緊張 我為什麼要緊張 我為什麼不緊張 他說 因為你要想一件事就是 演唱會是為了慶功宴 而舉辦 喔 你只要我立刻投 所以你只要期待慶功宴 你就不會很專注在演唱會 的緊張上 是不是很期待 我有被鼓勵到 我覺得成哥就是 又來了 他在生活當中 他面面俱到 只要有他在 你有美食可以吃 你有好朋友可以聊天 你有最好的地方可以待著 然後你有最棒最棒的音樂可以聽到 唉唷真的受不了啊 這樣的過程 你不需要人來的 不一定太多人知道 就是他是一個 不可以生氣 不可以生氣喔 我覺得成哥就是 是生活管理大師 又來了 他在生活當中 他面面俱到 只要有他在 你有美食可以吃 你有好朋友可以聊天 你有最好的地方可以待著 然後你有最棒最棒的音樂可以聽到 為什麼 因為他到各大餐廳 他一定能自己帶聲音樂 然後 然後 想說大家 聽他要聽 不可以生氣 不可以生氣喔 我認識 這過程已經很久了 怎麼有這一段 他吃飯的時候呢 他一定要吃 逼我吃那個 逼我吃那個 通常都是很肥的東西 所以 大家都知道我愛漂亮嘛 我要節肥 我不要像他的身材嘛 但是呢 他一定要逼我吃那個 好好吃 好好吃 是啊 是真的啊 好好吃啊 這樣 真的受不了啊 嗨 大家好 我是靠摩的蔡醫治 要講到正過程 程哥 他是一個全能的 但是有一點呢 是不一定 太多人知道 就是 他是一個大慈善家 因為他在人前人後 用了很多年 很多錢 出了很多力 就是他做了 那麼多年慈善 就直到一個很大的福 直到一個很大的福 所以 以後他做什麼工作 節目 新節目 新的生日 也會成功的 因為他很有愛心 你不是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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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 以及 百科傳書 國家大事啊 炸體小事啊 他都可以跟我們談 還有他的機能很豐富 所以我覺得 你不是人 以及百科傳書 還會這麼錄的 好可怕 新手的百科傳書 這是什麼時候錄的 好特別喔 很驚喜嗎 滿驚喜的 這是一個被祝福的節目 謝謝你們有空 來參加我們今天第一天首播 你常常說喔 這一切 都有最美好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對 我們今天擁有大家的關照 有大家的祝福 我們得以 再一次聚在這裡 未來希望各位 舊與新知 請大家告訴大家 繼續鎖定 女王大人 明天見 拜拜 這節目特別感謝羅琳亞所生衣 女人的所生美學